闺蜜情深 福原爱完成身份转变 刘诗文发文送祝福 1月27日 WTT世界拼联宣布重磅消息 正式任命福原爱为世界拼联日本区首位总经理 好友刘诗文随后转发了这条消息 并在微博中送上祝福 作为世界拼联理事会主席刘国良 此次重用福原爱 也是看重他在日本拼谈的重要影响力 在官宣他的新身份后 福原爱本人也在社交平台上 发表了自己的内心想法 但在他感谢世界拼联WTT的同时 他还感谢了刘国良 福原爱表示 谢谢WTT世界拼联 谢谢刘主席对我的信任 我会加油的 作为福原爱的好姐妹 刘诗文也是第一时间发声 祝贺爱 换了个身份继续为乒乓球事业奋斗 真为你高兴 祝愿未来事业更上一层楼